四大著名的特务 他们分别是军统的戴笠 毛仁凤 中统的徐恩曾 汪伟76号的李氏群 这四人的能量极大 所做的恶也不少 为何其他三人的后代都寂寂无闻 成了普通人 却只有毛仁凤的儿子 成为了新时代中的佼佼者 今天老书观史给您解开这个谜题 您的点赞和关注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位戴笠 戴笠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领导下的军统组织 让很多人文之色变 因为他出色的情报工作 戴笠被称为特工王 有着中国的西姆来 一宝一扁的称呼 中国人常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戴笠唯一的儿子戴笠武 也追随其父亲的足迹 搞起了情报特务工作 戴笠武生于1915年 是戴笠在18岁时 与发妻毛秀丛所生 小时候的戴笠武长得白白胖胖 像只残宝宝 于是因之起了一个小名 戴笠与发妻毛秀丛离婚后 把儿子戴笠武带在身边抚养 成年后的戴笠武 与戴笠长得颇为神似 颇低调 不爱照相 在戴笠的影响下 戴笠武加入了军统组织 抗战时期活跃于浙江一带 1941年5月20日 戴笠电令戴笠武 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 在江山双七口乡山岩 杀害广度乡乡长 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戴笠武在性格上承袭了戴笠特点 为人伪善凶狠作恶夺端 一些漂亮女学生吓得不敢去上学 江山当地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是江山狼 1949年4月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打过长江 宁护航相继解放 此时的戴笠武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 遣回老家江山 企图搞应变 一时间戴笠武拉拢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 为了尽快抓到戴笠武 新成立的人民公安队伍四处走访探查 通过一位村民之口所说 在刘家山村有一个奇怪的人 穿着像农民却在看一份过期的报纸 一个农民怎么会识字还看起了报纸 此人非常可疑 会不会就是戴笠武 一支公安队伍在晚上悄悄地来到戴笠武的住处 并包围了起来 在第二天天快亮时破门而入 将此人围绑起来 果然正是戴笠武 江山县人民政府在代理老家保安乡 召开万人公审大会 宣判并当场枪决了戴笠武 1953年 毛人凤经过周密计划 将郑熙英一家经过多番辗转接去了台湾 不过只有郑熙英和戴以宽戴以畅这两个孙子到了台湾 其中二儿子戴以红因户口出了问题 导致无法出境就留在了上海 也就是说戴笠的儿媳妇与大孙子小孙子去了台湾 到台湾后大孙子戴以宽 读了大学留学于美国留在了美国工作 小孙子戴以畅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 在台湾一家大公司任职 那个留在上海的二孙子戴以红 则在家人去台湾之后就被送去了孤儿院 长大后成为了一名高级修理工 戴笠的两个孙女是戴梅曼戴露露 但小孙女戴露露很早就夭折了 大孙女戴梅曼由于当时郑熙英一人照顾不来 将其交给了家里的一个厨师抚养 改名廖秋美 像普通人一样 嫁人生子也一直留在大陆 综上可以看出 在戴笠与戴善吴两父子死后 他的家人只有儿媳妇和三个孙子两个孙女 儿媳妇最终在台湾一养天年 大孙子最终成为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留在美国工作 二孙子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工一直在大陆 小孙子则成为了一名白领在台湾 大孙女在大陆嫁人生子 小孙女夭折 第二个是毛仁凤 毛仁凤与戴笠是小时密友 能够进入军统还有戴笠的关照 就靠着善于隐忍 常常微笑 下手阴狠等诸多手段 慢慢爬了上去 看起来和善 实则城府很深 在戴笠死后 毛仁凤皆认为军统首脑 但是他的能力并不如戴笠 而且戴笠死得突然 很多机密之事并没有交代 加上蒋介石有意地打压 军统再也不负当初的辉煌 毛仁凤的大儿子 名叫毛于南 毛于南是在重庆山城出生的 作为毛仁凤的长子 许多人都以为 他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走上从政的道路 然而毛于南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热爱学习 幼时求学在理工科方面 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天赋 为了能够前往更好的环境求学 他苦读十余年 最后成功被美国康奈尔大学录取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里面 攻读材料学和冶金学 在美国求得扎实的基础工之后 毛于南开始转向工商管理专业 这一次他选择麻省理工学院 在那里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从材料学到工商管理 从实验室到商场 毛于南的求学经历 大大震惊了身边人 众人赞叹毛于南 在理工科方面学习天分之高的同时 更震惊于他过人的商业管理能力 从1995年之后 他就开始在美国和亚洲的 各大跨国企业担任高层 他的许多管理方式和理念 也一度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到了2013年 著名企业惠普公司 更是力邀毛于南 担任惠普中国区的董事长 这意味着将中国区的惠普业务 全权交给毛于南管理 毛于南在惠普公司 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后 到了2017年 富士康又重金聘请毛于南 前往富士康担任董事长一职 能够让这么多大企业抢着药 可见毛于南的实力非同一般 如今的毛于南 虽然已经不在全权管理 负责富士康的业务 但他仍是富士康的董事 这样的影响力放眼整个商界 也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 如果说老大毛于南半路转行 打出了一番天下让人敬佩 那么老二毛佛南的故事 也同样不输于哥哥 毛佛南则是专心致志 投身于百货商场 他不断地摸索探讨 整合出一套独家秘籍 这套独家秘籍 让他在不见刀光见影 却残忍无情的商场上如鱼得水 财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增长 没过多久 老二毛佛南就成了中国有名的 亿万富翁商界巨鳄 可惜的是 在2009年 这位商界巨鳄就去世了 老大老二在商界都大拼出了自己的名气来 但是老三毛书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 一生与科学研究打交道 他不像两个哥哥那样 是从战火纷飞的炮生中出生 相反 他从出生到求学等重大人生经历 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因此他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华侨 但是毛书南的心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母亲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四处联络在外的侨胞们 每逢国家有需要 以毛书南为首的侨胞们 就会不遗余力的出钱出力 他们还为国家拉来了许多重大投资 第三个就是李世群 李世群虽然作为人人痛恨的大汉奸 却有一位美貌年轻的娇妻 而且李世群和妻子关系一直很好 李世群妻子是叶吉青 叶吉青出生富贵人家 当时是很有气质的美女 早些年 李世群上进积极 算是一位年轻的热血青年 叶吉青没有嫌弃早年 李世群的贫寒与落魄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李世群 因此在76号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李世群 和叶吉青的关系一直很好 李世群被日本主子毒杀后 叶吉青虽然知道丈夫的死是日本人所为 却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不满 日本人毒杀李世群后 千方百计地给李世群的死 找原因和借口 开始宣称叶吉青和李世群的贴身秘书有染 是秘书毒死了李世群 逼迫叶吉青承认 叶吉青死不承认 只是一个劲的哭泣 毒死李世群后 日本人也没有再为难叶吉青 抗战胜利之后 叶吉青作为汉奸家属也是其罪难逃 被军统逮捕 抓进监狱 不久后 在监狱中病逝 据相关史料记载 李世群和叶吉青还生育过一个儿子 在李世群被毒杀后 叶吉青就安排儿子出国 后来下落不明 第四位就是徐渊增 徐渊增是中统头子 在国民党系统中 中统军统的职责差不多 所以双方一直明争暗斗 不过最终 戴利斗倒了徐渊增 戴利的能力是比徐渊增强上一些 但军统能赢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徐渊增太贪得无厌 戴利抓住了徐渊增把柄 让徐渊增无法翻身 徐渊增的老婆王肃清 在抗日危机时 仍利用中统来进行走私 承包了成渝 宝城 滇缅等线路的交通运输 并且大肆购买黄金 美钞 放高利贷 每一样都是在跟中央对着干 王肃清嚣张 连带着手下也嚣张 他的司机醉酒撞死了人 另一名手下放高利贷 逼死了人 群情激愤 这下谁都保不住了 蒋介石亲笔写下手令 免去徐渊增 本间各职永不录用 几天后又补了道口语 徐渊增今后不许再做政治活动 所以从1945年1月开始 徐渊增基本在政界就查无此人 靠着多年搜刮的财产经商 日子还算过得去 徐渊增有过三任妻子 生过十个孩子 但因为她很早就淡出 也不敢太招摇 所以她的孩子也都很低调 没有过多的消息 想必也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吧 私人虽然做了很多恶事 不过也没有影响下一代 除了戴善武是自己最有应得 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 尤其是毛人凤的后代 比一般人还要过得好 特务这种战乱年代 茂盛的产物还是越爽越好 亏一般而知全报 当年的民国可想而知有多乱 所以还是新中国好啊